这西兰花营养丰富,大家都很喜欢吃 今天老弟教大家做个清脆爽口又好吃的凉拌西兰花 将西兰花用剪刀剪成小朵 这个根啊,千万别扔,这可是好东西 将大朵的西兰花用刀切一下 再用手掰开 这样掰出来的西兰花,它不容易掉花 而且形状还好看 西兰花掰好以后,加入盐,面粉 这盐它可以杀菌,面粉可以去除表面的脏东西 跟农药残留 放入清水,浸泡10分钟 再准备泡好的木耳 将西兰花的根去掉老皮,切成厚片 再切点胡萝卜片,搭配颜色 将红椒也切成菱形块 切好的配料放到水中焯一下 等水再次烧开,将配料捞出,用清水投凉 这个时候西兰花也泡好了 将西兰花用清水再洗两边,控干水分 将西兰花放入蒸锅,上汽蒸一分钟 姐儿们,咱们在蒸这个西兰花的时候 时间一定要控制在一分钟之内 这样蒸的西兰花,翠绿,营养不流失 菜多到一半,老弟又出现在你面前了 这个时候啊,你帮我点个小红心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你看老弟都这么说了,你就帮我点两下呗 老弟祝您身体健康,吃麻麻香 蒸好取出 大家看一看颜色是不是特别好看 下边咱们调个料汁 放入一勺盐,一勺白糖 放入半勺生抽酱油,半勺陈醋 再放入少许的香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下来再炸个辣椒油 碗中放入少许蒜末 放入葱花,放入干辣椒段 再放入白芝麻 最后加入一勺热油炸香 把西兰花跟配料放入拌菜盆中 倒入咱们提前调好的料汁 放入辣椒油 最后的重点,老弟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在拌凉菜的时候,不要用手抓着拌 一定要像我这样搂着拌 这样拌出来的凉菜,好看,有形,还好吃 这西兰花你要在家像我这么做,真的老好吃了